今天的政治焦点我们先来看 要参选新北市市长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今天到了宜兰参观卷土重来的同万节 他说如果能够当选的话 新北市也可以考虑复制同万节 或者是跟宜兰县政府一起来合办 不过对手国民党的朱立伦则是批评说 应该要按照新北市的各地特色 来沿拟发展的计划 不是只有复制就行 民进党去年底重新取回宜兰县政权 恢复举办宜兰童万节 带着参选新北市长的党主席蔡英文 当然要亲自走一趟实地考察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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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嬷很热情 不过蔡英文也很认真做功课 专心听宜兰县长林冲贤的介绍 蔡英文大力称赞 宜兰拥有天然好环境 她说未来新北市也可以和好邻居 宜兰县一起合办同万节 COPY是一种做法 除非将来我们还可以合办的 这样经费还可以更充一半的更热闹 市长会去当顾问 我们要请这个叫做城市合作 蔡英文远赴宜兰童万节取经 她的对手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朱立伦 则是把握假日 拜访三峡主持庙老街 朱立伦和选民近距离接触 一双手握过一双手 还抱起小孩一起拍照 她也特别来到三峡有名的观光兰兰厂 考察考察 我爱新北市 下面就是我们新北市的地图 看得出来朱立伦对自己的作品很满意 不过对于蔡英文提议 新北市也要办同万节 觉得没有必要 每一个城市有我们的特色 就像三峡的老街 就有它非常明显的一个特色 我们的供僚音乐机也有我们的特色 每一个城镇 每一个城市有我们的特色 我们这边绝对不会办 拉拉三水蜜桃机 谢谢 朱立伦说要依照新北市各地的特色 拟定不同发展计划 蔡英文则是打算推动城市合作 和宜兰扩大举办统万节 创造更大的观光商机 选战刚起跑 但两人对于未来新北市的蓝图 显然有相当不同的看法 记者张志雄 林国煌 邱雨卢 另外今天行政院长吴敦毅到宜兰县的龟山岛视察 而面对当地的观光发展 他今天说要扩大原本的东北角风景区范围 要一直延伸到宜兰的南方澳 还要进行区段征收私有的土地 来改善整个东北角的景观 晴朗的天空下远方的龟山岛更显翠绿 不过抵达龟山岛之前 得和海中的朋友们先打打招呼 一只只从海面要起的海豚 让游客惊呼连连 数量有上千只 接着抵达龟山岛 岛上有树林 有湖泊 更有环山步道 带领游客走入大自然 尽管属于军事管制区的龟山岛 登岛要申请 而且有总量管制 不过近十年来 游客数量成长三倍 现在观光局还要扩大 开放给国际旅客来玩 上龟山岛的国际旅客 包括陆客 他们可以在配额的范围之外 我们可以来开放申请 要替宜兰平观光 行政院长吴敦毅 今天特地来到龟山岛视察 而他也用力保证 要将原本的东北角风景区 扩大范围 一直延伸到宜兰的南方澳 而且打算要驱断 征收私有土地 来改善整个东北角的景观 我们会支持宜兰现在建设 一如支持其他县市的建设一样 一定非常公正 而且一定热烈 而且一定尽最大的努力 吉利表现出 自己不会因为中央地方 不同政党执政 而有大小眼 行政院长吴敦毅多次强调 有关宜兰同万节 如果宜兰县政府提出 地方经费不够 中央很乐于给更多资源 记者林静媒 陈信龙 邱福财 宜兰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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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